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世纪那个被基督教主导的时代 你都能看到理性主义 逻辑推理 对宗教和神学的深刻影响 我先带你看看理性是什么 你可以把理性看成是人最重要的内在能力 但我们观察西方 观察文明 必须从思维特质的角度 把理性看成一种文明的基因 它是一个文明当中的人 看问题 想事情的基本套路 我们在这里采用一个最简单的定义 理性是人有意识的认识事物 查明事实 展开推理的能力 这句话你需要把握三个要点 首先是有意识 也就是积极主动的去认识和理解世界 哲学在希腊文里不是智慧 而是爱智慧 所以亚里士多德特别看中人的好奇心 然后是认识事物 查明事实 就是去发现表象背后的真实 透过表面看实质 最后是展开推理 就是要抽象的建立事物之间的联系 不是等着事物变化或者别人告诉你 你才知道 而是事情还没有出现 没有发生 还没有别人告诉你 就可以知道了 当然 这不是无视不挂 也不是胡猜乱想 而是借助思维规律去证明 也就是逻辑 如果理性成为一个文明的普遍特征 这种文明就一定会产生以料想不到的特色 法国历史学家维尔兰就总结了古希腊思想的三个特点 第一 古希腊形成了一个外在于宗教 与宗教无关的思想领域 第二 宇宙的秩序不是建立在神的难以琢磨的意志之上 而是建立在规律和法则之上 第三 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几何学性质 维尔兰说的第一点 外在于宗教这个特点 上一讲我就提到了 古希腊人运用理性的第一个特点 就是思考世界有什么构成 世界万事万物的起因和结构 如果不是归结于神 那应该归结于什么 这就是维尔兰所说的 宗教之外 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讨论 成了古希腊哲学和科学的起源 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叫泰勒斯 他说外物的史基是水 史基开始的是基础的基 就是说外物都是水做的 水是外物的本源 后来有很多哲学家都是从史基入手谈这个世界 赫拉克里特认为史基是火 德蒙克里特认为是原子 还有人认为是四种 水火土气等等 说法很多 但所有这些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 那就是一定要在神之外找到解释世界的根本说法 几乎所有古代文明都把世界的原因归给神 而古希腊人就偏不 他们要把神撇在一边 自己去找一套说法 要用自己的理性去理解世界 大哲学家康德曾经把17世纪的启蒙运动概括成一句话 就是人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 用康德这个思路来理解古希腊人 他们就是西方历史上最早运用自己的理性 早出蒙味 自我启蒙的人 古希腊人运用理性的第二个特点是思考世界运转的依据 古希腊人相信神的意志之外 世界依照着客观的即使是神也不可改变的规律和法则运行 这就是维尔南所说的古希腊人理性的第二个特质 宇宙的秩序建立在规律和法则之上 理性是人的认识能力 知其一就可以推协二 但前提必须是世界是有规律和法则的 而不是神秘的不可琢磨的 否则人就没有办法把握 所以探求世界的规则就是透过表象寻找实质 但是理性这个词就叫做reason就是要一看究竟 人只要有了意识就开始把表象和实质分开 但是如果人把表象背后的实质只是认定为神的意志 那么表象和实质就很难完全分开 而古希腊人认定表象的背后是规律和法则 不依靠宗教而是依靠理性来认识和理解世界 那么表象的背后就必然有一套人人都可以理解的规律和法则 而且神也不能改变它们 和世界有规律和法则一样 人的认识过程本身也是有规律和法则的 这个就是逻辑 理性是reason reason做动词的时候就是推理的意思 想问题要合乎逻辑才能够把问题想对 逻辑的目标就是找到合理的论证和好的推理的形式结构 最典型的就是三段论 简单来说逻辑出现了而且成了一门大学问 这说明古希腊人已经有意识的去锻炼自己的理性思考能力了 这样一来呢 理性这种能力就处于自我升级的状态当中了 古希腊的理性成就很高 不仅是哲学的源头也是科学的源头 如果没有哲学和科学 那么占星术巫术算命策字各种神秘的把戏 就会充斥着人的心灵和整个社会 古代其他文明里边当然也发现了很多规律和法则 但是把世界完全想象成客观规律和法则支配的也就只有古希腊了 维尔南说的第三点古希腊思想的几何学兴致 这个特点很有意思 但不是特别好理解 你多少也学过一点几何学 但你可能不知道几何学在古希腊人那里不仅仅是几个几何定理 几何学几乎代表了古希腊的世界观 也就是说万事万物都应该是符合几何学的 都具有一种和谐的美感 比如黄金分割 当线段的长短符合特定比例的时候 那就是合理的美的和谐的 而整个世界充满了各种比例 所以世界就是合理的美的和谐的 古希腊人追求这种几何式的美感 几乎达到了强迫症的程度 比如柏拉图看学员教徒计 学员的大门上就写着不懂几何者请勿入内 意思就是如果一个人对几何式的美感没有感觉没有追求 那就搞不了哲学 再比如数学家毕达格拉斯 我们中国人的勾古定理 勾三鼓四玄武 在西方就叫做毕达格拉斯定理 后来有一个学生问毕达格拉斯 要勾不是三鼓不是四 他们都是二 那斜边是多少呢 这个问题引出了数学上的无理数 无限不循环小数 但在当时引得毕达格拉斯勃然大怒 因为这个问题挑衅了几何学的美感 他立即处死了这个脑洞大开的学生 我这里讲古希腊思维的几何学性质 不是跟你讲欧吉里德 重点是在讲古希腊人用几何的眼光去理性的看世界 我们前面讲了古希腊人不是用宗教 而是用规律和法则来理解世界 那对人来说世界是什么呢 是要素之间的相互性 对称性 可逆性 把万事万物理解成符合某种比例的状态 所以理性这个词又叫做Ration 它和Ratual比例这个词非常接近 古希腊人把这种几何特性拓展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亚里索德讲政治上的平等 就分成了数量的平等和比值的平等 万事万物都直接蕴含着相互关联 比例对称这些几何学性质 只有这样规律和法则才不会是神秘的 才不会被神的意志支配 这样的世界当然也就是合理的有美感的 整体的结果上是和谐的 而不是混乱的丑陋的相互打架的 古希腊一开始只是在宗教之外设想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结果越走越远 得到了一个离开了神也很合理很美很和谐的世界 其他古老文明里边也有简单的几何学 古希腊和他们的本质差别不在于几何学这一门学问的发达程度 而在于只有在古希腊几何学是世界观 几何学渗透了整个世界 在其他古老文明里边它只是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 古希腊的理性给西方带来了一种贯穿几千年的思维特质 人要通过理性去发现这个世界背后的道理 因此政治就要讲正义 法律就要讲自然法 经济学就要讲看不见的手 和物理化学生物一样 都是人可以理解的 可以讲道理的 可以运用的 理性这种强大的思维特质 在后来的西方文明里甚至悄悄的改造了宗教 这在其他古老文明里边是很少见的 虽然伊斯兰教和佛教也融入了大量的理性探索 但可能都不及西方的基督教和理性精神结合的这么紧密 基督教发展出了自己的庞大的神学体系 神学就是用理性的方法来证明信仰 基督教的第一个大神学家叫奥古斯丁 他的神学就是基督教信仰和古希腊哲学高度融合的产物 中世纪的阿奎纳是神学的巅峰 他的神学就是融合了基督教信仰和亚里索德的哲学 可以说理性逻辑三段论就是建构神学的基础 这个问题我会在第三个单元讲基督教和中世纪的时候和你细聊 总之基督教不仅没有让理性消失 相反他融会了理性而且让理性更加成熟 你看连神占据中心的世界都被人的理性精神完全渗透了 可想而知理性这种思维特质在西方的影响有多大 他穿透了整个西方的三千年 好总结一下这讲的内容 古希腊的理性是很独特的 他独立于宗教之外 他还要讲出一套符合逻辑的道理 也就是规律和法则最后他的道理还要合理有美感讲和谐也就是几何学性质 古希腊的理性精神成为西方独特的思维特质 即便在神占据中心地位的中世纪也能够看到理性精神很发达 可以想象等到人再次成为世界中心的时候理性精神喷发出来 会产生多少重大的知识成果 下一讲我就来和你谈谈古希腊为西方文明留下的第三个重要的基因民主 他贯穿了西方文明三千年但是他的地位却起伏不定 期待你的到来 咱们下一讲再见 他的抽签 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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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